希望这个圣级功法能烧得久一点 可别把我动坏了 叶红尘来这个世界已经五年了 能为庆云宗戚风之一的风主 之所以能成为风主 是因为他师尊只烧了他一个弟子 然而叶红尘却是个修行废杆 无法修理 以此出门游历 师尊命牌破损 就此小竹风只剩下了叶红尘一人 意外激活了戏 每天签到就能获得各种物品准利 这种戏 真就只奖励物品 你倒是奖励得修为啊 功法神兵给一堆 没有修为 这些东西就如图垃圾 五年一度的收图大会明日就要开始 宗主让我通知你前往祖风参加 什么破收图大会 还不坏 新功能激活 请宿主即刻前往收图 成功收到指定弟子之后 将激活废材羁绊 根据弟子数量奖励羁绊等级 废材羁绊一 修炼速度百倍增幅 弟子修为千倍返还宿主 废材羁绊二 修炼速度百倍增幅 弟子修为万倍返还宿主 五年 你识到谁五年 我怎么够的吗 天道五年获得的奖励 总算是要有用之地了 好 我明天一定赶到 那你最好是立刻就出发 毕竟隔着好几座山峰呢 抓紧准备好赶两盒子 现在就赶往祖风 必须赶上明天的收图大会 多有人按照队列 轮流开始检测天赋 居然出现了紫色天赋 真是天佑我清云宗 天赋检测完毕 是不是可以开始挑选弟子呢 不妥 小竹风的还没到 宗主 那小竹风现在就一个废 难道还真让他收个徒弟 误人子弟不成 那就不用你来操心了 见过宗主 一路辛苦了 你还真好意思了 你们小竹风早就该出名了 好了 废话少说 开始收图吧 鉴于前任小竹风主人 对我宗的贡献 所以第一个收图名额 我准备让小竹风来 宗主 不可啊 小竹风 何德何能 拳风上下 就叶红尘一人 还是公愿的废彩 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一个荒废山峰的废材 还要收图 传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话 入口 我说让小竹风新鲜 是没听懂吗 终于选吧 多谢东 系统 你说的指定之人 报告宿主 必须为真正的废材 才能激活废材羁绊功能 真正的废材 能通过清云宗考核的 哪有真正的废材 宿主不必着急 已经为宿主找到目标 白色天赋者消炎 你确定他是真正的废材吗 系统不会出错 就算出错 也是系统说了算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契约了你这小子 超级无敌废物体质 为了让你呈现白色天赋 成功入宗 费了我半条命了 真是麻烦你了 断了 既然已经契约 你就听我说的做 未来逆转天机成就 绝世强者 也未必不可能 剑老 你说我该怎么做 想办法加入小竹锋 加入小竹锋 那个锋主不是跟我一样废材吗 小竹锋弟弟有你需要的意义 取得一活便可助你踏上修行之路 并且远朝一般的天才 三年之后一举击败 那和你有三年之约的未婚妻 而且锋主是个废物 更方便我们行事 好的 见了 我一定做到 就他 那名白色天赋帝 小废物 选的不妥 我有点喜欢你了 你确定这是你的选择吗 我可以让你重新选一次 我确定了 就是他 你可愿拜我为师 大气韵啊 有我的教导 再加上这露天的气韵 我看你有大姐之子 你还愣着干啥 赶紧答应人家 弟子愿意 很好 到我身边来吧 恭喜宿主 成功收图消炎 激活废材羁绊一 徒弟获得百倍修炼增幅 徒弟修为千倍返还宿主 宿主可选择开启关闭徒弟的修炼增幅 恭喜宿主 首次激活羁绊功能 奖励修为直达新玄境 奖励宿主 伴猪吃老虎光环 伴猪吃老虎光环 任何人无法看透宿主修为 恭喜宿主 首次拥有修为 奖励宿主天眼 天眼 可一眼看透任何人的秘密 这就是新玄境吗 他们这些长老宗主 也不过就是陈玄境 还是系统靠谱啊 宿主 夜红尘 修为 新玄境 徒弟 硝烟 修为五 可开启百倍增幅 以激活羁绊 废材羁绊一 以获得体质 福 以获得特殊技能 伴猪吃老虎光环 天眼 这么多人将加入我神剑风了 不然分一些给你们小竹风吧 断风主 千万不要啊 去了小竹风 我们可就废了 只要不让我去小竹风 去其他风 单个杂役 我也乐意 小竹风狗都不去 夜红尘 看到你跟我的差距了吗 一天到晚跟狗一样叫个不停 你也不赖 臭小子 我看你是找死 雕虫小季竟敢半门弄死 他不是个废材吗 他怎么会这么强 你想杀我 救我 宗主救我 我看谁的 下辈子 别再和我作对 没想到啊 你这废物师父 让我都看走眼了 这么说 我师尊很厉害吗 厉害谈不上 应该不过是星玄境罢了 以前我一掌拍死一片 夜风主 我愿意加入小竹风 我愿意去小竹风 当杂役弟子 救你也 师尊玄默 我看大门最合适不过了 救你们这些废物 吴佩如我小竹风 宗主 弟子收完了 我先回小竹风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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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十六 修为 吴 天父 吴 机缘 左手佩戴着一枚荒剑 荒剑中藏有一个天玄境强者藏魂 柱 之所以天父检测呈现白色 乃是戒指中的藏魂动了手脚 原来如此 既然你成为了我的弟子 那我自然要有所表示 我这里存了一些功法 你挑几本去修炼吧 就在旁边的麻袋 你自己挑选吧 啊 啊 啥了 无所谓 我有王级功法给你修炼 反正你也用不着这些垃圾 做个样子拿着就些 卧槽 尊尊尊尊级功法 圣级 你马的居然还有圣级 不 不对 是弟弟弟弟级 儿弟娘来 我不是在做梦吧 臭小子 快挑 快挑一本啊 那本 那本地级的大荒武经 啊 不 选另一个地级的火荒经 还有那个大体天地经也很适合你 等等 那个大周荒古诀也不错 既然喜欢 就都拿了吧 真的可以吗 太兴奋了 这可是五本地级功法啊 臭小子 你拥有五本地级功法的事情 除了你和你师尊 任何人都不能说 一旦被人知道 来抢夺的人一个屁就能崩掉你们这片空间 都选好了吧 选好了师尊 啊 抱歉天物啊 师尊 这么好的功法 您为什么烧了啊 这玩意我有很多 不烧太战地方 我承认之前是我们太大声了 臭小子 快点跪下 五体投地的重新喊声师尊 起来吧 不必想太多 好好修炼就行 跟我来 给你挑个衬手的兵器 小子 之前我们太草率了 你这师父的来头必定很大 全盛时期的我在他面前估计也是一个渣渣 遮满房间的圣迹 低级神兵 能得到一把都是天大的造化 多谢师尊 跟着为师 以后饱你吃香喝辣 不过 你这个戒指吗 前辈 我错了 我有罪 之前是我太轻浮了 不该言语上冒犯您 这是一份神魂秘药 你拿去吧 我的天 这可是能助神魂凝食的神药啊 这下复活重生只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师尊在上 请再受硝烟一拜 硝烟在此发誓 必定不让师尊失望 好了 起来吧 接下来 我便教你修 可是师尊 其实我没有任何修炼天赋 连白色天赋都不是 你天赋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那为何师尊还要收我为徒 可能是因为顺眼吧 至于你天赋的事情 在我看来并不是问题 接下来 你按我说的做 挑选一本你主修的功法 我再教你一段逆天的口诀 修炼的时候 心中念叨几遍口诀即可 师尊 这么简单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 记住了 这口诀只能你自己用 对别人是无效的 现在你就试试吧 别管三七二十一 打开功法就是干了 这么草率的口诀 能有用吗 学尊 我真的成功了 这是何等一天的口诀 不仅能无视废材之身 还能有这般恐怖的修炼速度 恐怖如斯 有这速度 也不用走寻找一伙 那九死一生的道路了 没有骗你吧 接下来 你可要好好努力 不要让我失望 是师尊 徒儿定不让你失望 若是使用玄众词 再高两级的妖兽 我也能一招秒了 记住了 小子 你师尊在旁边的时候 你翻天都没关系 但若是不在 我到关键时刻最好 别用玄众词 是剑老 我明白的 你现在根基算是稳了 继续运转功法 用你师尊教你的口诀修炼吧 突破几个境界之后 再找指妖兽战斗一番 别管三七二十一 打开功法就是干 感觉越来越离谱了 什么时候突破能像它这么容易 此前请有修炼 如此寻速地甜菜嗓面 必要走路回下才行 我乃是东狱圣地招峡谷苏问九 你奶奶苏问九 五十多岁守国门的那个吗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是 抱歉我已经有师尊了 臭小子不知你师尘何处 我和我师尊就住在百里外的青云宗 我还以为是哪个不得了的大人物 原来不过是一个二流势力 就是宗主也不配有这种弟子 臭小子 青云宗不过是个二流宗门 跟着我你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抱歉我没有兴趣 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弟子 资源功法兵器法宝都可以任你挑选 此剑为刀品神兵乃是我朝霞谷第一练气师最得意的作品 只要你跟我走 这把剑现在就可以送给你 这下肯定把这个臭小子惊得磨不开眼睛 这位前辈我已经有师尊了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没见识的小家伙 既然搞不定你 我就搞定你师父 别说是东宇一个小小的圣地 就算是这片大陆最强大的圣地 又如何比得上师尊 真是笑死我了 什么时候一把八品扩建也赶来碰子了 师尊的烧火棍估计都比这个品级高 小家伙的师尊就在这里吗 这里未免过于普通 那就直接找他开门进山吧 我还就不幸了 幻境吗 有趣 且看我如何破掉你这幻境 这到底是什么幻境 这怎么可能 鱼说一个小小池塘 就是大江大河 也该瞬间蒸发了 不行 我不能死在家里 必须要出去 又下去了 去后山小池塘 吊鱼来试试吧 这系统就是爱 一个破池塘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之前都是飞行幻厕 今天居然有 这么小的池塘 怎么会困住人呢 难道我今天真要死在这里了吗 古居然出来了 这人轻而易举将我从那鬼地方救出 然而是看不出有丁点修为 敢问是前辈救了我吗 我不是顺手吗 小鱼子复问久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敢问前辈 这食堂到底是什么地方 古海 古海 宗文长辈说过 上古佛门有一密天法宝 便是名为古海 相传愧于古海 永世不得出来 前辈 这是上古佛门那个古海吗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你说是 便可能是吧 哎呀 有余上钩了 小家伙 还真有缘分 没想到 你也脱离了古海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根破竹竿 就能把这斗神兽 调上来 小家伙 你不必惊讶 这是古海的主人 这是在帮我脱离古海 你我都是被他所救 他对我们有在造真 我不过是能让 恩人餐桌上 多一道菜 而你是人族 或许还有机会 好好服侍恩人 好好珍惜吧 古海的主人 我的字典里 没这个概念啊 还没问 你怎么会 跑到我小屋方来 这我怎么回答 难道说 是来抢他徒弟的吗 前辈 我要是说 我是路过的 您信吗 说呢 别说您了 我也不信 古尔见过师尊 不然还找我 是有什么事情 再过个把月 我就能到成玄境了 到时候 我可能会下山 处理一些私事 还望师尊成全 既然有事情 那自然是没问题 他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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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是你 你认识他 我在外历练时 碰到了他 想让我脱离师尊 拜他为师 不说 我明明说的 说你师成哪里 也想要拜之为师 你还说来自圣地 说圣地比小竹风 要好得多 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在圣地 也没见过你这等弟子 所以 也想要拜入小竹风 那你还说 给我一把八品的剑 又是怎么回事 我是想让你帮我引剑 那八品剑是报仇 小女子亦是脑热 贸然闯入小竹风 还望前辈恕罪 老夫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姑娘 你走吧 以后不要来小竹风了 我确实是发自肺腑 想要拜前辈为师 还望前辈成全 你并不满足我的收徒条件 你还是走吧 前辈 除了我自身的天赋之外 其实我身上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 以便你身负神皇泄脉 依旧不够达成我弟子 以便你身负神皇泄脉 依旧不够达成我弟子 宿主 夜红尘 修为 月玄境 无地 硝烟 先天巅峰修为 百倍增幅开启中 以激活羁绊 废材羁绊一 以获得体质 五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发现收徒人选 请宿主尽快赶往收徒 符合人选正在天刀城中 算是来了 你一个被淘汰的 还来干什么 我有一枚飞刀链 请问可以让我成为 飞刀门弟子吗 那这当一个杂役弟子 以后给宗门蛙晃了 能吃饱就行 多谢长老 真是欺人太甚 好在 他即将成为我的徒弟了 来者何人 长老稍安无躁 在下情况 原来是红封 骂老鬼的弟子 不知所谓何事 我师尊需要这小子的 气血和心脏来做药 还望长老成全 不要啊长老 求你了 这小子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少一个对你飞刀门 也没什么影响 我问你 你是否已是飞刀门弟子 是的 多谢长老 那我以宗门长老的身份 命令你跟他走 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韩丽 多谢恩人救命之人 韩丽 你可愿拜我为师 弟子愿意 拜见师尊 很好 你必定不会后悔今日的军事 恭喜宿主 成功收徒 成功激活废材羁绊二 废材羁绊二 无地修炼速度可开启百倍增幅 宿主可获得万倍修为反馈 恭喜宿主首次激活废材羁绊二 奖励宿主同级碾压功效 同级碾压 宿主同级及以下修为者 宿主可用任意攻击动作将之碾为粉末 宿主 夜红尘 修为 月旋径 无地 消炎 先天修为 百倍增幅开启中 无地 韩力 无修为 百倍增幅带开启 以激活羁绊 废材羁绊一二 更多羁绊带开发 以获得体质 五 以获得特殊技能 老六光环 天眼 红极碾压 红极碾压 这下省事很多了 我在问你话 你是龙了吗 青云宗 小竹方 夜红尘 原来是你这个废材 你问宿主见到 我也得可可其其 你一个废物 封主也敢多管闲事 今日收徒高兴 我这边建议你有多元鬼多元 好大的口气 我看你是找死 我师父是红毛老鬼 你要是善了我 整个青云宗都要撇杂 我 你要记住 人不放我 我不犯人 人若放我 斩草除根 师尊 我记住了 师尊 你可以将我培养成高手吗 当然可以 那我想要杀人 你想杀谁 我要灭了飞刀门 好好好 不愧是我的弟子 我保证你用不了多久 就能达成死怨 经常嘎人的朋友都知道 嘎人容易抛尸男 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收含力为主 系统直接奖励冲击你 任意动作直接将敌人 宗主 这是真的吗 我们都看走眼了 上次一招击杀神剑凤凤主 就已经够震撼的了 现在又一指头 把雪黄给按死了 不过雪黄的背后 可是红毛老鬼 万一来找麻烦 青云宗的给我滚出来 红毛老鬼 你竟敢善仇我青云宗 立刻传音叶红尘 红毛老鬼 乃是月旋径巅峰的修为 让他暂比锋芒 休有装算 今日不交出叶红尘 我就血洗你青云宗 只许你弟子动手 我们青云宗的人 就不能反击吗 你青云宗 一个垃圾风筑的狗命 也配跟我胡儿相比 你就是在放屁 你徒弟真这么牛 还能被一指头按死 你来秀什么优越感 你徒弟的命是命 我们青云宗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那雪狂早该死了 我若是见到了 也肯定一巴掌嗨死 我看你们是在找死 红毛毛鬼 你徒弟学艺不经 死了也是活该 今日想从我青云宗 带走人 绝不可能 你要战 我便战 你要战 我便战 既然你们一心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一群废物也敢阻挡我 不自量力 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把叶红尘交出来 你不要妄想了 人已经离开青云宗 日后定会为我等报仇 明完不灵 那我就先杀了你们 灭掉青云宗 再慢慢找那个叶红尘 诸位 再随我接他一刀 这一刀我来吧 你怎么来了 抓紧离开 以后重建青云宗 为我等报仇 这货是我惹来的 怎么能让你们帮我擦屁 他可是月旋径 我们这么多人 都不一定挡得住 你怎么挡 月旋径而已 宗主多虑了 月旋径而已 红毛老鬼 你弟子是我杀的 有什么手段 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没想到 你个小畜生 还有点胆色 那就送你 去给我徒儿陪葬吧 好恐怖的手段 这就是月选镜吗 一只手未免太欺负 怎么可能 你小子 到底是人还是怪物 明明这么厉害 之前却装什么废材 修仙界尔虞我诈 隐藏一点点修为 还是有必要的 你确定是一点点 而不是一点点 好了宗主 红毛老鬼已死 你们还是快点收拾 这个烂摊子 哈哈 简直跟做梦一样 有了月旋 静的夜红尘 这下我秦云宗 也能挤入一流势力了 圣任宗主 留下一份一次性的副作 内部记载了一份 王级功法 当时宗文一致决定 邓宗文出现了 真正天才的弟子 并将这份 王级功法赐给他 现在我决定 将这份王级功法 送给叶红尘 各位有没有意见 我同意宗主的权益 我也同意 小小年纪 就能表杀 红毛老鬼 若是再有这王级功法 必将如虎添翼 既如此 等下我就去小竹风一趟 将这王级功法 送给叶红尘 经常嘎人的朋友都知道 嘎人容易抛尸男子 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收含力为图 系统直接奖励 同击你 任意动作 直接将敌人捏为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打开功法就是干 你强认你强 逃跑我最强 这小竹风的灵气 怎么这么旺盛 比我竹风的灵气 还要浓郁 可能这两天下雨 都是水雾吧 先不说这个 我这次给你 带来一个宝贝 不知是何物 盛民宗主和长老们 付出沉重的代价 才获取了这份 天大的好处 而你 就是获得这份 机缘的 不二人选 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就有兴趣了 敢问是什么好处 就是这份服录 里面记载着一份 王级的修炼功法 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很兴奋 这可是王级的 修炼功法 这种层次的功法 就算是圣地 也不见得拥有 你的天赋 虽然逆天 但肯定还差一套 与之匹退的 逆天功法 我今天送你的 这套功法 是不是雪中送炭 奇怪 我看你好像 不太兴奋了 这老头 铺垫了半天 我还以为 是什么好东西呢 原来就是一本 王级功法 虽然确实是好东西 但是今天签到 也签到了八十万 那一堆 我还不知道 怎么处理呢 这让我装兴奋 我都装不起来 鹿小子 这可是王级功法 你可别因为你实力强 就看不上 有了强大的功法 修行必然能事半功对 好吧好吧 我收下了 不过既然你硬要送 那我也送你几套功法吧 你也要送我功法 没有这个必要了 普通功法 咱们藏经阁里有的是 你 你 宗主这是不打算要吗 要 谁说我不要 这可全是王级功法 你小子到底是从哪弄到的 这东西很难得吗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你小子实话告诉我 你自己修炼的 是不是还不止王级 没错 我修炼的比王级功法高 那么一丢丢 一丢丢 尊敬吗 一级 你管这叫高一丢丢 您可是一宗之主 淡定一点不行吗 我淡定个屁 你告诉我 你让我怎么淡定 我能淡定的下来吗 见过师傅 见过宗主 请喝茶 宗主难得来一趟 多喝两杯茶 放松放松 宗主 您怎么不说话了 你别告诉我 这个弟子 是你一个月前 收的那个白色天赋弟子 就是他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有没有问题 一个多月前 他连练体都不是 现在却能遇空飞行了 他现在是什么修为 祈禀宗主 弟子鱼盾 才刚刚突破陈玄境 一个多月 从零突破到陈玄境 还说什么愚钝 愚钝泥马 我们这帮老家伙 修炼半辈子 也就陈玄境 我看这对师徒 就是一对王 逼王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没怎么教导 主要是我托儿艰苦耐劳 我去年买了个表 什么艰苦耐劳 能够把月从灵修认到陈玄境 告辞 宗主 王极公法是否已经送出 并没有 没有 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 难道是十日过久 福禄失效了 诸位不必多虑 我在此宣布 我们清云宗真的要崛起了 未来成就新的圣地 也未必不可能 老子不仅公法没送出去 那小子反倒还送了我 这一对王极公法 有了这对王极公法 未来成就圣地也不是空话 什么 这全是王极公法 宗主 你可不能哄骗我等啊 是啊 宗主 我可经不住下 本宗主还能骗你们不成 你们自行挑选 都别巧 我先看看 居然真的全是王极公法 我是女子 让我先挑 有了这些公法 我有信心一年内突破 我要是告诉你们 小竹风新收的弟子 都已经沉选境 你们又该如何应对 师尊 之前我被奈兰燕燃退婚 现在我到了陈玄境 想下山一趟 当然可以 索性我最近无事 就跟你一起下山吧 不管你这次下山 要做什么事情 都放心大胆地做 师父永远在后面 为你撑腰 多谢师尊 那个人好像是肖家的肖炎了 就是他 听说当初被纳兰家退婚之后 离家出走了 还以为死在外面了呢 没想到又回来了 没实力 就是原罪啊 不过话说回来 他旁边那人能和他在一起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角色 我们乌坦城居然会出现这等高手 不知是何方大能 乌乌坦城做什么 说话都小声点 可千万别得罪了他 拜见主人 我这是听到了什么 修为如此强横的高手 却跪在地上 称呼别人主人 那这个白衣青年 该是何党恐怖的身份 先把气势收起来 跟在身后吧 是 主人 师尊 这是 以前收的一个下属 叫他建议就好 走吧 也不能空手去 先去买点东西吧 你们听到没有 萧炎喊他师尊 是啊 萧炎真是走得狗屎运了 萧家有了这个大腿 这下肯定要崛起了 家主 成都方家已士气人 我们的产业已被吞并大半 你抓紧想个办法 是啊 家主 成熙顾家也盯上了我们的矿产 还说要是不浪泪 他们不日就要攻打我小家 报告家主 成都方家家主求见 吞并了我们的产业 难道还要上门耍威风不成 不是的家主 那方家家主好像是来道歉 启禀家主 成熙顾家带了十箱珠宝到了门口 说是来解除误会 报 赵家求见 说是上门送礼 报 郭家所来请帖 说是请萧家所有人到第一楼共进晚餐 报 冯家求见 说是来上门提亲 报 报 报 哎呀 萧兄好久不见 还记得八十年群子城门口 我们一起挖泥球的场景吗 现在想起来 真是让人难忘了 今宿过来 也是听说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垂涎萧兴的产业 导致闹了误会 这不我刚一知道就狠狠叫去了那逆子来给萧兄道歉了 萧兄啊 我对不起你啊 家中族人跟我说有个无人的矿产 我才带人去开采 没想到这矿产是萧兄你的 我真不是人 我对不起你萧家 今日上门 请求萧兄千万莫要见怪 为了弥补错误 我决定把我顾家最好的两座矿卖赔偿给萧兄 江主 少爷回来了 什么 爷儿回来了 是萧颜 走 我们快点跟上 颜儿 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不知这两位是 父亲 各位长老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师尊叶红尘 这位是剑衣 什么 爷儿你居然办师了 我等见过两位先生 座位不必客气 那个黑衣人就是露出窝月旋静气息的那位 现在看来他果然是那白衣人的随从 而白衣人又是萧颜的师尊 这萧家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还好 我们比较明智 急早的表了态 叶先生 请先稍作片刻 这里还有些琐事需要处理 我马上就回来 诸位长老 你们招待好叶先生 萧家主 你不用管我们 招待上先就好 我们在这里跪着进行 对对对 我们在这里跪着挺舒服的 不用管我们 父亲 不用管他们 如果我猜测不错 应该是刚才建议叔叔泄露了月旋静的气息 给他们看到了 叶写程能够看上犬子 真是犬子前世修来的福分 儿子 你天赋的问题是已经解决了吗 当然 何止是已经解决 什么 陈旋静 天佑我萧家 去他的纳兰家 有个女儿了不起啊 你女儿厉害 我儿子更厉害 萧芝儿 你这次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城主有话请讲 咱们城外最近来了个妖兽 伤人无数 可否请你那师尊出手 救我乌坦城 请宿主清除乌坦城外的妖兽 有神秘奖励哦 未明除害 是我等您做的 咱们这就是 不知那妖兽是何等境界 见过那妖兽的都死了 我也只是远远看了一眼 分辨不出 难道又有人和妖兽打起来了 然而为妖兽 马们到在身边 身边保守了 鞋活 你们跑这里来干什么 不满两位 我是来消灭这妖兽的 谢谢 在哪里的人偷情 但一帮无货子总就像消灭这妖兽 随家搞瘦会怎样 自己装逼也就罢了 不必带这么多人送死吧 你们不是那妖兽的对手 扎紧走吧 魏战仙妾不是我的作风 不知那妖兽是什么境界 真是不知好歹 只要带着这么多人去送死 那妖兽乃是月旋尽忠奇修为 这下你可以死心了吧 什么 月旋尽忠奇修为 我们快跑吧 叶前辈 怎么办 是走还是站 白城主 无必紧张 你们再次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这小子不知好歹 非要强行喘强送死 我们两个连送都不死怼送 他还能单挑哪摇送不蹭 莫看九四冷透 请古一耸认透 想不到 刚跑了两个人类雨 又送上了一个人类小子 看来我能包餐一顿 你一只月旋尽妖兽 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 你进我肚子里 自愿就会知道 连你机会你不珍惜 那就永远别说了 恭喜宿主完成击杀妖兽的任务 奖励宿主一个方圆一里的小世界 小世界可盛放任何物品 包括生命 宿主自身也可以进入其中 小世界可做到和真实世界无异 我没看错吧 这是秒了 不是说这是月全境的妖兽吗 就这么简单 这萧家真是走了古识大运远 竟然抱上了这种大腿 我现在就想知道 那那晚家知道了这事 会不会脸都绿了 这便是我儿的失踪吗 简直是强忙给强开门 强到家了 他还认单天奶要素不蹭 真是不知好歹 谢谢 默默好想碰到高男娘 老宁 秦娘 拜见前辈 刚刚是我们有眼无珠 还请前辈见谅 两位不必如此 还要多谢两位告知妖兽的实力 妖兽已死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自行打扫战场吧 是 前辈 两位姑娘为何还不离去 不瞒前辈 我们却有一事相求 我们来自登玉万道山 想要此妖兽的牙齿 做棕芒的阵机 请前辈成全 这倒没问题 不过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我有一方小事件 想要你们帮忙布局改造一番 什么 明子森 子森帝肖死件 那蓝燕燃 三年之约已到 苏苏出来受死 你就是那肖炎吗 居然真敢来送死 真是过早 你不要命了 这里可是云兰宗 贺兰人啊 一格子 竟然可来我云兰宗落室 处理一个垃圾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挨这 是为了能昏晕 来挑战燕燃的吧 我本想快点解决 没想到你们家的狗 在这乱咬 浪费时间 地上位台 变分生死 任何人不得出手 燕燃 出来阴炸 走狗时 运败了个师尊 就以为能跟我相提并暗 废物就是废物 我可是云兰宗胜女 你活着 就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所以你今天必须死 我也想让你感受 下废物是什么感觉 这不可能 你个废物 怎么会有如此实力 你给我去死 让炯碧若 下红拳 终于还是用了这招 这可是正宗的王级武技 这小子绝无翻身的可能 为什么 这个废物 怎么会有如此实力 它怎么也会咬王级武技 石增 将往 狗中心 我看你敢 你们果然是不要脸 你自己说的 系上擂台 变分生死 任何人不得插手 作为一宗之主 难道说的话都是放屁吗 那又如何 规矩向来是拳头大的说了算 好一个拳头大的说了算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拳头到底有多大 诸位长老 又杀了他们 靠小子 来云南宗闹市 去地狱忏悔吧 真是郭早 这就是你们的拳头吗 你说怎么样 你不得好死 不是你说谁的拳头 大谁就说了算吗 怎么又如此气急败坏 小朱征 我不否认 你的确有点实力 但是你以为 你能对靠我们 整个云南宗吗 简直不自量力 原来这才是我 云南宗的真正实力吗 石增 一定不要放过他们 把他们全杀了 众人听令 随我一起诛杀子贼子 给你们机会 你们不珍惜啊 既然你们想比人多 我就成全你们 别让我牵到的那些傀儡 出来晒晒态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说现在是谁的拳头大 这次我云南宗认栽了 还请河下离克与兰宗 此前恩怨一笔勾销 从此谨水不返河水 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 我给过你们机会 但是你好像并不珍惜 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功能 那就是不死不休 我可不想某天突然冒出来的 蝼蚁 说要为云南宗报仇 虽然我不怕 但是我嫌麻烦 都是你这个蠢货 辱来的麻烦 赶紧过去求他放回云南宗 不要啊宗主 我可是宗门的骄傲啊 我们把他叫给你们处置 要杀要割我的美意见 此事就算了 如何 那呢 哼 接下来 哪怕是你云南宗的一只蟑螂 我也会直接拍死 是你这个愚昧的宗主 害死了他们 小妍 我错了 是我错了 其实我一直爱的都是你 之前之所以那样 都是被云南宗逼的 你个废物 凭什么不理我 我都已经求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 既然你不原谅我 那你也去死吧 无可救药 小丑长 你敢杀我女儿 我杀了你 恭喜宗主 帮助徒弟硝烟获得成长 奖励宗主 本命兵器 排刀 排刀 没有固定等级 随宿主实力成长 随心任意变化形态 任意铲出特效 居然还有一万收获 不行 这样下去 云南宗就毁在我手中了 居然是老祖宗 恳请老祖宗出手灭掉莱迪 臭小子 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饶命 前辈饶命啊 我还年轻 还不想死啊 居然真的能随心一画画 这下省了很多事了 老祖 你可是帝玄境啊 怎能如此说贵就贵 是我有眼无珠 还请前辈恕罪 我愿立下天道誓言 成为主人的母 并且整个云南宗都为主人效应 如有二级 行神俱灭 老祖 你要不要这么卷 我也愿尊前辈为主 如如违背 天地不容 都起来吧 宗们的善后工作 你们自行处理 我也该回去 这东西你们拿着 有事情我会通知你们 你这废物 怕点葬送了整个云南宗 不过现在看来 倒是因祸得福了 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 还成了他的仆人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目光短浅 打开主人的戒指 看看吧 老祖 怎么说 也是一宗知主 瞎叫唤什么 卧槽 王级巅峰武技和功法 怎么样 我说是因祸得福吧 你以为我会随便认主吗 你知道 那四百米大刀 有多恐怖啊 我们虽然成了他的奴仆 但这个身份 可能会让我们达到 意想不到的高度 老祖 果然还是你减诈 不对 还是你老辣 你以为我活那么久 是白活的吗 江湖除了打打杀杀 还要讲人情世故的 以后好好学着吧 是 老祖宗 阿建前辈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 这里改造的 我很满意 这两个人偶 就送给你们了 多谢前辈 那我们就告辞了 神剑 祖宗门为萨 怎么着急 让我们回去 天南就要来了 天南 哪是谁啊 三百年前 他曾是我万道山 天赋最高的弟子 可惜误入魔道 宗门清理门户的时候 却让他死里掏生 最近他又出现了 数百弟子 已经死于他手 那我们休息一下 就快点回去吧 前辈兄的这人偶 看起来好精致 看起来活灵活现的 空喜亮 酒色不愣次 没想到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能碰到万道山的人 刚好找点那子 姐姐 好想不小心 打死了一个人来 快去看看 好像真的没气了 莫泽布斯古意的呀 他突然就发光 然后对板空发出拱击量 人死不能复生 我们先把他的尸体 带回万道山 弄清身份之后 再尚能赔罪吧 你们两个终于回来了 刚好宗主 要开紧机会 我们抓紧过去 自天弹重新出现 已经有上百弟子被害 昨日更是放出狠话 要灭了我万道山 而我万道山最引以为傲的阵法 在他眼中可能没什么作用 最新消息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日玄境了 这么说来 即便老祖宗出手 也不过就是打成平手 我决定将一部分弟子遣散出去 然后开启万道山所有阵法 一道长老 你心钻研的阵法 能布置出来了吗 还差一些材料 不知是什么材料 要是想对天然那种 修为的起作用 最起码要月旋径 妖兽的牙齿 我前段时间 让两个头儿出去猎妖 但是以他们的实力 月旋径 还是太高了 老头 月旋径 妖兽的牙子 我们打药回来了 什么 居然真的是月旋径 妖兽的牙齿 哈哈 这次若能成功击退天然 你们二人当时投工 不过你们究竟是如何弄到的 回顶宗主 是一位前辈送我们的 一片树叶秒杀了月旋径的妖兽 看来此人必定是月旋径无影 对了总组 哪位前辈还耸了我们两个人偶 不过在炉上人偶忽然发光 打死了一个炉人 快给我看看那人偶 这就是个普通的人偶啊 或许运用了我们不知道的手法 你们先收起来吧 祖主 那个尸体我们也带回来了 这件事以后再慢慢处理吧 现在先处理天然的事情 那天然不是说今日来吗 怎么还没出现 不要掉以轻心 他可能在等我们放松警惕 难道我们记错日子了吗 不可能了 明明就是昨天 传令下去 所有阵法继续保持开启状态 所有人不得松懈 他可能是故意放出个假消息 等我们放松警惕再一举拿下我们 姐姐 别说是天然料 连根帽都没得啊 是啊 这么多天都没有一点消息 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不像是天然的形式作风啊 我们先回去吧 在这物料是料 也好 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 姐姐 你说天然这事 啥时候愣过去啊 我很想尽快高清出 管彩力这位的神粉 也好让他入土为难 可是现在也出不去 这也没办法 天然不死 我们出去太危险了 你们两个小丫头 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讨论 怎个人该怎么粗理 这就是那木雕打死的人啊 还这么年轻 真是太可惜了 现在也出不去 一直留着 也不是办法 万道中又响了 宗主又要开会 真是不省心 你们先聊吧 我先去开会 这次召集大家来 还是为了天难的事 迟迟不来 不代表就不会来了 甚至他可能已经来了 易永成弟子混在宗门之内 我们不得不防 鉴于有的长老 三百年前还未入宗 不认识天难 我刻意弄了张画像 诸位可以多加注意 发现有类似的人 即刻上报 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 我是在哪见过呢 一道长老 你这是怎么了 是啊 发生什么事了 师傅 你不是在开会吗 怎么又回来了 棺材呢 你们带回来的那棵棺材呢 怎么在 师傅您嘴是咋了 是他是他 真的是他 在害死摸门师傅吗 军人直接把棺材扛炮料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 一道长老 您这到底是怎么了 宗主 你快看看这人是谁 哪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难怎么死在棺材里了 还出现在我们万道山 这棺材 就是我两个徒儿 从外面带回来的 你是说 天难就是被他们那个人偶 不小心打死的路人吗 就是这样 难怪我们等了这么久 天难都没有出现 原来早就死在我万道山了 这么些天真是白紧张了 姐姐 莫不思在祖梦吧 哪被武桑帝倒霉蛋 就是天难 真是离谱到家了 哈哈 传我命令 全宗上下大鹤三日 所有弟子都可以去藏书阁 选取一门武器 冷冷 清娘 你们两个真是大功臣了 快把那人楼拿给我重新看一下 这就是能打死日玄境的人楼 看来这位前辈 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很多啊 还有一个细思极恐的地方 这人偶为什么会突然发出攻击 并且攻击的对象还是天难呢 这是不是太巧合了 难道说 不错 我猜那位前辈早就算到我们万道山有难 所以直接帮我们解决了天难 厚死死腹 我们并未跟前辈提起个天难的死心啊 你们还是太年轻 前辈那等高人算尽天机 你说不说的没什么区别 前辈这么厉害吗 大长老准备一份厚礼 随我去拜见这位前辈 对了宗主 云蓝宗来信 让我们帮他们修补阵法 您看我们要不要去 修补阵法的事晚两天也不会有什么事 拜访前辈更重要 怎么这么多人 我看我们直接保住身份好了 不可 我们引以为傲的身份 在前辈眼中可能连路人都算不上 万万不可冲撞了前辈 你们不要激在这了 欠北入锦不在小甲 听公子说是去了运烂总了 你们都散了吧 云蓝宗 刚好从这里去还近一些 我们再跑一趟吧 听说云蓝宗出了个金色天赋的圣语 还想让我教他们那圣语一些阵法呢 这次去修补阵杂的同时顺便看看 若真是个好苗子 就结个善缘吧 我们是不是走错了 这是云蓝宗吗 看来云蓝宗是发生大事了 我们这几天光处理天南的事了 消息闭塞 快去打听打听 之前发生了何事 宗主 天要塌了 何事如此惊惶 我寻了个云蓝宗弟子 问清楚了 他们现在的情况 是那叶前辈一手造成的 他徒弟跟云蓝宗圣女有怨 云蓝宗宗主 却要仗势欺人 那位前辈挥手 招出遮天蔽日的日玄境高手 灭掉了云蓝宗所有底蕴 更是逼得宗门老祖扶手认住 此事当真 千真慢绝 我问了好几个人 都是如此说的 云蓝宗都是挥手灭之 看来帮我们除掉天南 根本就是随手为之 也不需要我们回报 贸然找上前去 只会打扰到前辈 不知这位叶前辈到底来自何处 这个我也打听到了 说是来自清云宗 清云宗 一个二流宗人 年辈怎么会去身在那呢 也好 我们和他接触不够格 那我们就和清云宗打好关系 云蓝宗以后我们就不要管了 回去商量下如何帮清云宗做点什么 好心出手救下女子 她却怪我不应该救她 我反手就把她带回 好大的白虎 这女子可惨了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英雄救美的是 杀雕才敢 建议宿主救下此女 此女未来会获得某种体质 收徒之后可为宿主激活新的徒弟羁绊 未来的事你都知道 那你猜猜 我这条视频有多少点赞 没想到我堂堂魔女 这里残魂好不容易躲过一次大劫 需要死在这小小的陈玄境妖兽手里了 姑娘 你没事吧 多谢救命之恩 大恩大德 日后再报 你受伤很重 不如跟我走吧 至少可保你安全 多谢了 可惜你保不住我 你又怎知我保不住呢 你的好意我先领了 但是我的敌人不是这小小白虎 他们的强大 你想象不到 你帮我反而会连累你 甚至说你刚刚都不应该救我 不管你信不信 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还是建议你跟我走 以你现在的状态 再来一只那样的妖兽 你可能会死 不错 我现在是很虚弱 可是这样真的会连累到你 这因果已经沾上了 相信我也承受得住 好吧 你是个好人 希望不会给你带来灾难 你先带这位姑娘安顿下来吧 是 师尊 师尊 这位白灵姑娘 不会是我未来的师妹吧 就你小子聪明 这里真的很好 要不是北魔库的那帮人 还在追杀我 真想就一直待着 可我现在必须要离开 千万不能毁掉这里 当时真的不应该来这里的 小弟子见过叶先生 白姑娘 不好好休闲 怎么跑我这来了 叶先生 我还是想下山 这是来向你辞行的 为什么 在这里待着不好吗 是不是硝烟老是打扰你 还是寒里又捣乱了 不是的先生 这里很好 我很喜欢 但是我真的又非常强大的仇敌 若是他们来了 对你们轻盈中来说 真的是灭顶之灾 我不想亲眼看着这个地方毁掉 这话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我知道了 你就踏实养伤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 我真的没开玩笑 其实我真正的身份 是北魔库的模拟 我都说了知道了 既来之则安之 听话 好好回去休息 我待会有事 还得出去一趟 那呢 哼 东主 刚得到的消息 小竹丰丰主在东域乌坦城 又灭掉了一只月旋径中气的妖兽 据说比当时打红毛老鬼还简单 不仅如此 好像他因为他徒弟硝烟 去了一趟云南宗 随后云南宗妹发生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战 很可能就是小竹丰主引起的 虽然不知最后的结果如何 但是小竹丰主已经平安返回小竹丰了 云南宗可是接近圣地的存在 随手就能灭掉我们清云宗 如果此事真的跟叶红尘有关 那岂不是说他能在云南宗内打一架 然后还全身而退 看来他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恐怖啊 不过宗主 如果叶红尘真的跟云南宗发生了冲突 即使他自己能全身而退 我们也得多加注意啊 没错 如果真和云南宗结下了梁子 那就不单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而是我清云宗和云南宗之间的矛盾 云南宗拿叶红尘摸什么办法 说不准会对我清云宗动什么手脚 传令下去 立即撤回所有分散在外的清云宗弟子 然后派出探子探查云南宗的动作 诸位 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 小竹丰丰主将我们带到了原本不属于我们的高度 我们以后的对手可能会格外的强大 大家也不能坐以待毙 抓紧提升实力 对了宗主 除了实力的提升外 我们宗门的设施也要提升一下了 别的不说 就这个护山大阵形同虚设 就连一个红王老鬼都能来去自如 如今我们的对手都上升到了云南宗制的层次了 护山大阵也理应加强布置 但我们宗门中无人擅长这个 也只能请万道山来帮忙 可是万道山是怎样的存在 平时圣地找他们帮忙都要排队 恐怕不会搭理我们这小小的二流宗门了 即使能请的动万道山 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 而我们清云宗能让他们看上的 也就叶红尘给的王级功法了 报告宗主 万道山宗主求见 什么 万道山求求见吗 万道山突然来我清云宗 如此奇怪 必有大事发生 诸位长老快随我前去迎接 诸位 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帮清云宗布置一下护山大阵 但是清云宗有夜前被坐阵 不知我们此行是否多余 也只能去碰碰运气 提前布置到万道山的诸位前来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啊 哪里哪里 是我们没有提前预晕 倒是我们莽撞了 这真的是万道山宗主吗 强如万道山 凭什么对我清云宗这么客气 有夜前被再次 就算是圣地也比不上清云宗 没想到如此强大的宗门 却如此低调 如此好客 还对我一个小小的万道山宗主这么的客气 道兄真的是太客气了 不 是道友太客气了 这都是应当的 小弟我可担当不请 以我看咱们不如先去大殿说话 也好也好 本想和清云宗打好关系 还以为会费一番功夫 却没有想到这么顺利 刚才还说想和万道山搭赏关系很难 却没有想到如此轻而易举 诸葛宗主 在下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轩人宗主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哈哈 你先说你先说 不不 还是你先说 好吧 那就我先说 方才我进入清云宗的时候 却发现贵宗还没有完善的护山大阵 我想着刚好我们几个也无事 要不就要我们帮贵宗布个护山大阵 这是什么情况 本以为 今日万道山来死 还这么客气 或许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 我都准备好豁出去帮他们了 却没想到所谓的不情之情就这点事 不应该啊 怎么还有这种好事 不瞒道兄 其实我刚才想说的 就是想请求万道山的诸位 帮助我们布置一个护山大阵 却没想到道兄你先提了出来 妙啊 简直妙不可言 看来是清云宗知道夜前辈救了我万道山 也猜到了我们的来意 所以清云宗便以这种方式 给了我们这个暴打的机会 道友 那我们先回去一趟 准备一下布置大阵的材料 准备好了历劫回来布置大阵 他们真就这么走了 万道山怎么会对我们这么客气 还无缘无故的为我们布置阵法 我都准备好迎接万道山 接下来要提出的条件了 可是他们就这么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别看我 我也想不明白 我知道了 是小竹风 肯定是因为夜红尘啊 你们想想 随手拿出八本王级功法 一个月的时间 让一个白色品质 从灵提升到陈玄境 让万道山这般姿态 一直灭掉红麻老鬼 一片树叶 秒掉月玄境中气的妖兽 又在超一流的云兰宗内 发生战斗 最后全身而退 可他只有十七八岁啊 这个年龄 哪怕天赋在妖念也绝不可能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什么了 中尉可曾在古籍上看到过 十万年前 大陆南荒出现了一名天才人物 相传 他半月尘旋 三月月旋 一年静天地 十几岁的年龄 便掌控各大阵法 炼丹 以及种种高级玄迹 你说的可是后来一桶南荒 又成为先帝境界的那位荒主吗 不错 我说的就是他 种主可知 他为何如此这般精彩绝艳 那是因为这位荒主 根本不是正常修炼 他原本就是一名先帝 只不过是先帝重生而已 你的意思是 叶红尘也是先帝重生 不错 那小子曾经跟我说过 他自身修炼的功法 乃是地级功法 什么人才能拥有地级功法 那必然是先帝啊 白铃姑娘 其实你完全不必担心什么仇家 以我师尊的能力 想要庇护你 完全绰绰有余 没错 白铃姐姐 以前我也遭遇坏人迫害 那什么血狂 老厉害了 可结果怎么着 面对师尊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一根手指就把他点死了 你就放心吧 你们不懂 我的敌人很恐怖 不是你们能理解他 看些我怎么说 你们都不信 是你不懂才对 你根本不明白师尊的强大 对不起 是我打扰了你们的兴致 太晚了 我就先回去了 师尊 不如我再去拉头猪来吃 不用了 这些已经够了 来者何人 竟敢擅闯我小竹风 小子 此人实力极为恐怖 不是现在的你能招惹的 一定要小心 有师尊在 怕个屁啊 对啊 那可是拿麻带庄 大地道经的恐怖存在 能以一己之力 让废才变绝是天骄的妖孽 有他再确实 没什么敌人 值得大惊小怪 没想到 堂堂先帝 竟也有震了接地气的时候 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是不是认错人了 说的啥 他是先帝 也是 也只有先帝 才能随意拿出大地道经 也只有先帝 能将各种功法 神兵随意乱放 世间除了先帝 谁还有这般能耐 剑老 你没事吧 没事 老夫前所未有的好 你小子真是走了大运了 能拜一尊先帝为师 不知是多少天交其才必生追求的梦想 先帝啊 何等强大的身份 若是全盛时期的先帝 我自然是有多远 跑多远 但你 现在不过是转世之身 等我夺舍了你的身体 那未来的我也一定能踏入先帝境界 真是想想 就让人兴奋啊 你什么档次 也敢这样跟我师尊说话 先帝的徒弟嘛 本尊最喜欢的就是虐杀天才 等本尊读了先帝肉身 再让你知晓 什么叫生不如死 先帝 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 要是有什么相好的放心不下 我也可以代为赵五一二 解解决 嘿嘿嘿 是谁在校 阁下是谁 我似乎跟您并没有什么恩怨 我啊 你可以叫我地狱魔神 主人 这家后 你想怎么处置 这么一分恐怖的存在 竟然是他的仆人 也对 身为先帝 转世成修 又怎么会没有互当者人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怎么会有毒舌这种心思 先帝大人 是我朱游蒙了心 求您给我一个活命的机会 我愿意为您当牛做马 为牛为仆 想要抢我肉身 虐杀我徒弟 还想占有我的女人 我看你有取死之道 杀了吧 你什么方式 也配合我一样当主人的仆人 之尊不愧是先帝转世 身边的一个稻草人 都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先帝不可辱 辱之必死 是时候离开了 这里越是好 我越是应该尽早离开 绝不能拖累他们 白灵姑娘 可是有什么事 先生 我是来辞行的 我如今 已经恢复了些许实力 只要不是一伤 太强大的敌人 自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先生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先生大恩 他日若有机会 必定报答 看来是决意要走了 他有自己的机缘 早晚也要出去 寻找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体制 但是就这么离去 着实是让人不放心 白灵姑娘 此番出去 路上恐会遭遇危难 这样吧 我让稻草人跟着你 也好给你提供些保护 你这一路 好好保护这位姑娘 莫要让她受到半点伤害 遵命 主人 这傀儡倒也独特 但是真遇到追杀我的那些大敌 根本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但这是先生的一番心意 我还是收着吧 那就多谢先生了 听 宿主徒儿消炎突破陈玄境后期 宿主徒儿含力突破陈玄境初期 恭喜宿主 突破之地玄境 要这种速度下去 恐怕不用多久 我便能呈现 终有一日 我也要紧跟师尊的脚步 疼救地位 师兄 我也要成帝 好家伙 你们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 你可知晓 帝代表什么 纵观古今中外 才有几尊大帝 你们这话要是让旁人听到 怕不是要笑掉大雅 等等 有他在的话 好像一门三大帝的神话 并非不可能 血灵花一朵 图体果半颗 古灵木三浅 炼制着养颜丹 好像还差了一味药 剑衣何在 主人 我这里炼丹 还差一味主药 你去帮我寻来吧 师尊 从此地向西再行圈里 就到了清云宗了 宗门老祖被困力境之中 整个圣地都解决不了 希望你说的这个人 真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救出楼 这可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宝物 居然被我们碰上了 既然碰到了 自然不可放过 慈宝 我的 天下宝物 有能者居之 阁下想要在我面前带走慈宝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地玄境强者 要不是宗门护身法宝 抵挡了这次攻击 恐怕这一碰撞 就是不死 也得残废 这种地方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前辈 是在下冒犯了 世尊你要是没死的话 我们就先去小竹风吧